嗨各位 現在是新一天晚上的六點鐘 來到我朋友家附近 我們決定要去逛西門町 假日的西門町 疫情爆發之後 有去過但是都是平日 比較少進到上圈裡面 所以決定來去看一下 這時間點有什麼變化 西門町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我們就 Let's go 各位 滿滿的車喔 滿滿的車 西門町 第一站 四星街 四星街 有喔 這個 公仔店都不見了 現在就變成 沒法 進去啊 你進去啊 現在等我朋友 慢慢穿完 好 像是哈士奇 喔 這邊的人還是好多耶 這邊居然變派出所耶 喔 這個廣場 這個是漢中街跟無昌街的交叉口 這邊一樣會有街頭一人在表演 不是花得南嗎 月讀女蜜咖啡廳 就是女蜜咖啡廳 想去嗎? 去有吃的吧 沒有吃的嗎? 那... 要嘗試一下嗎? 認真嗎? 路口在哪邊? 這個樓梯嗎? 好可愛的 這叫退到小蘿莉 這餅乾是可以真的吃的嗎? 吃完啦!結束啦! 還算是還不錯的體驗啦! 這邊已經快到中華路了 這邊就相對比較... 很輕一點 多點都幾乎倒掉了 只要越界就已經變變了 所以這個疫情的衝擊還是相當的可怕 好啊 往捷運站走就人就越來越多了 出口出來的一個小事情 其實... 其實我... 想不相信我們老了的樣子 昨天牽著手 有時也想過 可能還有很多小孩子 現在來到美食街 但是原本以前觀光客蠻常來的地方 那現在... 可是很多台灣人會來這邊白癡的 好啊 真的嗎? 一番白癡的 欸,這是什麼? 這就是GK對不對 這邊也是一番賞 等於說二樓全部都變成公仔 根本就一樓跟頂樓 這裡也是喔 前往三樓 奇俄龐克 它裡面都是這種比較日系一點 三樓清一色 感覺有點像是 小丘業員的那種概念 怎麼變阿 等於說現在一二三四樓都是公仔店 現在走到 這邊是昆明街 人相對比較少了 剛來的時候還很多人在來排隊 車流很多 現在興趣點 它變成去唱派對 但好像還沒開,還在公務網工 好,各位 剛送完朋友回去 那已經回來了 老實說 沒有變太多啦 不要讓我有印象的 都沒聽到對面 Sever那一整棟都不見了 可以看到很多外圍 昆明街啊 或是 靠近中華路的 店家都已經不見了 甚至會掛一些出租的牌子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其實很多地方我們都還沒看到 還有電影街啊 成都路啊 這比較外圍的 然後有機會的話 再介紹給大家 因為今天時間上關 其實都已經很快就回來了 吃完飯其實時間 就大概9點10點了 很多店家其實都已經陸續在關了 人差很多時間了 因為明天要上班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介紹其他地方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